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一款躺车 就是我身后的这款 四轮四驱躺车 首先呢这款车是在之前的那款胖胎四驱的基础上 通过一些细节的优化和调整 然后传动笔的磁力进行了一些调整 轮主也进行了一些调整 然后出的一款 全新的一款适合旅行的 一款四驱躺车 轮主方面呢我采用的是 24寸的轮主 然后轮胎 配的是建大的 24乘1.95的轮胎 这个花纹也比较适合一些 有碎石的路面呢 冰雪路面也都可以 1.95的这个尺寸 它的那个 阻力和抓地性都相对好一些 适合一些 复杂路况的骑行 另外全车配备了四个打力板 长度都是加长的 这样的话 有泥水的话 遮挡会比较好一些 刹车系统前面采用的是油碟 后轮采用的是线碟 后轮有联动的手刹车 可以 提供驻车的功能 而且是双后轮的驻车功能 驻车的力度非常大 这样的话车子会 比较稳定一些 停的时候 传动方面我们采用的是 中置电机驱动 然后后面变速是11片 大屎盘 大屎盘 这个在平路和盘阁的路段都会表现得非常好 然后电机呢是 48V500W的功率 这款是中置电机 八方中置电机 还可以选装另外一块是铜胜的力锯电机 力锯电机相对于这款电机的话 它跟骑行的配合度会更好一些 而且也会更加省电一些 这个可以根据具体的要求来选配 然后这个是 夜行仪表 开弯 长按 开机 这就是一个 预表盘 上面这个是一个速度表 然后这个是一个 珠丽的大小 可以 选择123456789 9个大 根据你实际的骑行的这种感觉 可以调整它的这个力度 来配合你的那个灯踏的那个力度 这里呢是一个油门 在不想灯踏的时候或者需要临时补充一下那个动力的话 可以用这个来提供 跟常规的电动车的表力是一样的 左手这个这个部分是那个变速器直播 控制后面的这个变速 总共有11个档 这个是往上 这个是往下降 这上大板 这个是下小板 变速飞轮是11片 最大尺是 42 然后下面有一个护板 保护这个后锅 避免一些冲击伤害 右手的这个刹车 这个是前轮的刹车 右前轮的 这个是后轮的刹车 可以 组合使用 然后呢 这个下面呢是一个手刹车 手刹车的一个拨杆 这是一个棍穿的一个罩线 然后相当于一个 撞联 这样在后上车 正常工作时 把这灯光灯亮了 正常刹车 然后呢 停车的时候呢 把这个 放上一般 车的就稳定 这个后行列架 尺寸是 60x40公分 304不锈钢材质 然后上面做的定制的 镂空 我们的logo 这个放行列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后面是开放式的 对于一些不规则的一些行列的话 也可以把它固定好 座椅方面呢 采用的这种中空的 透气性非常好 然后两侧 都有腰枕 对身体的一个 控制 会比较稳定一些 然后上面有头枕 头枕是可以 多角度 调节 松开这几个螺丝之后 可以前后调节 这两个 这两个螺丝控制上下的一个调节 高度的调节 可以调整到你最松支的一个 头枕的位 然后里电池这一块呢 我们有几个方案 这个方案呢 是用两块 二十安的里面 可以放在 货架后面 然后我们还有一种方案是 三块里电 三块里电是那个 比这个外形稍微小一点 然后可以 固定到 这个位 竖着放 然后对面还可以放一个 然后这里呢 还可以再放一个 这样三块电池 续航里程 就会 增加不少 左车这个位置可以 安装一个手机导航 这是一个万象的一个支架 可以 通过调整的角度 达到一个 最适合观察的一个位置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四驱 传动这一块 传动这个四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 首先呢 链条 从前面这个电机传过来之后 在右侧 右侧走到这个 后面这个二驱传动的部分 在对面那个 卡片上的进行变速 然后通过这个花骨 传递到 反尿器传递到左侧这两个牙盘上 然后一个是 通过这链条传动到后桥 就有装紧器 然后另一个 另一组方向 就是往前 通过一套互联网和 装紧器 然后再配合 导轮 传递到前面这个前桥 前桥 这个特点呢 这个链条是可以 上下 来回 切换 通过这一个拨片 来进行一个 离合的一个操作 因为平时的时候我们 只需要用后驱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放到一个释放的状态 电条呢在这个 这个滑块上 进行 传动 对前轮没有驱动力 这样的话 方向会比较轻一些 对方向没有影响 然后如果需要用到四驱系统的时候 左手这个位置 有这么一个拨板 他的动作正好可以控制上面那个 滑块的动作 这样的话往上一提 这个拨片就拉过来了 拉过来之后 在齐心过程当中 这两条就直接上到前面的牌板上 上面达到一个四驱的 和两驱的一个转换 前面这个传动轴也是一个万向传动轴 里面有万向节 在转动转向的时候 也可以提供 启动力 下面这个装置呢 是一个 转向的一个阻尼器 然后这个阻尼可以通过这个杆 这个地方有一个 可以调整它的阻尼大小 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可以让方向 形式起来非常稳定 然后路感非常好 地面 有一些起步 对这个方向的冲击 它可以把它换冲下来 这样的话 你方向就很稳了 四轮 躺车的话 因为它四个轮有四个点接地 所以在地面有起伏的情况下 这个后桥 就会有一些扭曲 所以我们把它做上一个浮动的后桥 可以通过两个 减震器 来实现它的一个 扭曲的一个操作 这个减震器是一个空气 减震器 有上下两个骑士 另外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带一个 锁死的功能 平常我们如果是经常跑公路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个锁死的装置 搬到这头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后皮正是一个锁死状态 这样的话呢 它的那个 后桥就会 相当于变成一个 跟车身一体的一个后桥 这样的话四轮 它的对车身的这个问题性 会非常好 车身在 在那个转弯的时候 它也会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力 然后我们再找那个 复杂路段 地面气去不平的时候 可以把它放开 放开之后 这个地面的起伏 这个后桥也会跟着地面的起伏 进行一些高低的一些 一些缓冲 这样的话它这个轮胎 就始终会贴合地面 这样的话抓地力 会比较大 然后上面这个阻尼也可以调 平时的感觉 这个阻尼的大小 减震阻尼的大小 都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一个 一个小旋钮 可以来调整 其实这个功能吧 跟那个 跟我们一些大型的一些越野车 SUV什么的 它的那个稳定杆 带一个 自动调节的那种问题杆 它可以根据你的那个车 行驶的路面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 如果是公路 速度比较快 然后弯道多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以把它 锁死 像这个稳定感 也是那种 浮动的 也可以通过电子控制 把它锁死 锁死之后 这个 转弯的时候 这个车身 姿态就非常稳定 不会有车翻的可能 然后在过那个越野路段的时候 会把它释放开 释放开之后 它轮胎跟地面的抓地力 会保持的比较好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 通过性就会更强 所以这个东西以后如果是 把它在升级上 限控的 控制在 在那个车把上 这样的话就更 更方便操作吧 这个目前操作的话 还得 在后面单独独立操作的 那这个目前还是 很理想 很好的一个设计 我说一下这个灯光 灯光LED 都是LED的 然后外面有一个光圈 是一个蓝色的光源的 看起来非常的 犀利 然后它这个控制呢 开关 左手一套开关 然后右手一套 开关 左手上面这个开关 它是控制那个 左转向 向左转向的时候把它 往左推 然后那个 闪光器会 被控制 然后回来 下面这个是一个 日行灯的一个开关 这是关闭 这是打开 就是前面这个光圈 就相当于一个日行灯的一个作用 然后后面 同样要亮 这是关闭 然后右手这个 这个是右转向 上面那个 打开之后 右转向灯 闪烁 然后下面这是大灯 光线也非常亮 好了今天 我就先讲这些吧 如果大家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跟我 私信联系 以后呢我可能会结合一些 实际的骑行 包括一些 旅行啊 或者一些越野的路段 或者一些飘移啊 各种东西 冰雪路面啊什么的 我会结合 实际的一些骑行 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款车 具体在 实际骑行当中 他的操作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和一些他的一些结构特点 好今天就聊这些吧 再见